我喝过了就剩下全归你 不 行 拿着吧 我喝过了 是的 你没有看错 眼前这个正在排练话剧的人 正是出演过无数演示剧 还当过导演的赵薇 现在他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 话剧演员 不过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出道多年 却从未有话剧经验的赵薇 登上话剧舞台呢 想演话剧倒是一直有这个想法 只是一直没有这个胆量和勇气 因为话剧可能真的需要你 非常多的时间排练 排练顺利 演出成功 怪不得导演特别喜欢有人来探班 有一天没有人来导演很失落 怎么今天没有人来探班 这话怎么像你说的 也是缘分吧 今年正好田仲仲导演 他也是我电影学院的导师 导演系的导师 他也想第一次尝试做话剧导演 去感觉一下 我们就联系 他说我们一辈子都在搞影视 如果没有碰过话剧也很遗憾 我说的太有道理了 那我们就一块把这个话剧给排了演了吧 原来此次不仅是赵薇第一次演话剧 也是和自己研究生导师田壮主的一次师生合作 不过正如赵薇所说 话剧可比影视剧难多了 在话剧求证中 赵薇饰演一名有些神经质的天才数学家 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 周旋于家庭矛盾当中 并展开了一场关于数学与自我的双重求证 复杂的人物性格与紧张的人物关系 对首次演话剧的赵薇颇具挑战 找了一两个数学家 然后就是就做了一个群 就是因为我要背一些公式 然后他文字的但变成口语怎么背 我得让数学家告诉我 应该怎么读出来是正确读法 你还要多久 至少一个星期 你在开玩笑吗 没有 你知道但是有多少东西 我们这个三个小时只有四个演员 所以我觉得体力上是比那个戏 任何一个演员都要累 比如说差不多三个小时的话剧 只有十分钟是没有我的戏 基本上我都在台上蹦的 某种角度需要一点身体的水 某种角度需要一点身体的水